3月1日起恢复本国籍人士入境条件及桃源机场的机场转机的作业 大概整体来讲其实我们现在是比较高兴是世界的疫情 在这一周来确实是在减缓中 3月1日起恢复本国籍人士入境条件及桃源机场的机场转机的作业 基本上就是回复跟原来的在求农专案之前都是一样的 所以也要有 但是这里面大概就是跟以前那时候恢复以外 所以大家注意到那个下面的红字 就上面的大概就是恢复以前的相关情况 但是就是一样 入境或转机都是还继续我们维持3日内的阴性报告是必须的 那居家检疫 居家检疫仍然是要求要一人 一户一人 或者一人一户 关于这个桃源机场的入境跟转机的捷径 入港澳人士的条件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 除了持有居留证是不是一定要专案申请才可以来 原来港澳的部分 他也是以这个居留跟这个 也可以直接线上申请 那所以港澳的部分他也是要去申请这个入境的许可 那路的部分因为中国中国本来中国大陆的人士要来台湾就是必须要去许可制 许可制 所以我们现在呢只是恢复到原来12月底之前的相关的要件跟条件 所以都一样 那么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